不出十年啊,国内的贬值最快的不是房子也不是车子,而是这三个的没有住没有人注意的一个东西啊,在大多数人的一个心目中啊,房子和车子呢,是家庭的主要资产了,过去很多人呢,都是为此奋斗,也是一个人的成功于福的一个标志,但是呢,时至今日呢,经济是快速发展了,包括社会也是快速发展了,房子和车子呢,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啊,反而呢,是贬值的非常厉害,特别是房子啊,在近几年呢,也开始贬值了 虽然说时间短,但是贬值的一个幅度呢,那是非常大的,2021年,包括前几年买房的人,少说呢,也要亏几十万,甚至上百万的也有吧,贬值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,那个汽车,小汽车,咱们就更不用多说了啊,包括现在产能过剩,各大汽车的一个厂商,现在是严重内卷,竞争激烈,然后价格呢,那是越降越低啊,但是呢,和房子车子相比呢,还有三样,就是没有人注意的一个东西,贬值的速度呢,那在未来会更快啊,可以说呢,是曾经的, 引以为傲,如今呢,却不值得一提啊,那首先呢,就是这个学历啊,现在呢,就是社会上到处都是这个大一生啊,学历呢,对于找工作的一个帮助呢,可以说已经不是非常大了啊,我还记得前几天呢,就是去外面,去餐馆里面吃饭嘛,帮我上菜的一个服务员,居然是刚毕业的一个大一生啊,在和他的一个交谈过程中得知呢,他也是刚毕业啊,就是在网上,包括在线下面试了,找了很久的一个工作, 专业对口的一个工作,根本就不好找,根本就找不到,基本上呢,公司都是要求有经验的,没有拿公司的,愿意去花时间,花精力去培养这个新人啊,最终呢,只能来到这家饭店里面,先从这个服务员做起啊,但是呢,他感觉到工资水平也是不低的,一个月呢,大概有四千多块钱,甚至呢,比他就是原来面世的这种,很多文员,一个月两千五的一个工资水平, 还都是要高的,我相信呢,当初呢,家长为了,就是让孩子上一个好学校,都是不惜花费重金啊,花费巨额的一个成本,甚至呢,有可能三五百万也是不在话下的,封刺的是呢,三五百万呢,学区房,然后培养出来的一个孩子,却拿着三四千的一个工资,学区房呢,那是超级的值钱,但是学历呢,却严重的贬值,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啊,那其次就是这个钱,钱贬值的一个速度呢,那是肉眼可见的,当你发现呢,买什么东西都是非常, 非常贵的时候呢,那说明钱的一个购买力呢,也是在降低啊,从银行呢,频繁的下调这个存款利率就能够看出来,为啥呢,以前给的这个利率是这么高,因为钱的一个利用率是很高的,能够收获更大的一个回报,所以说银行呢,用更高的一个价格呢,把你的钱给收走了,现在存款的一个利率呢,都降到百分之二左右了,甚至更低啊,说明了钱已经不值钱了,利率呢,那就是钱的价值的一个体现,最后呢,那就是这个人情世故啊,世俗文化呢, 渐渐被年轻人所遗忘,年轻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个性十足啊,不拘泥于传统的一个思想,他们呢,都有独立的一个意识,知道自己呢,想要什么,目标呢,都非常明确,而不是呢,被一些世俗呢,所捆绑,简单来说呢,就是追求一个品质生活,无暇顾忌其他啊,这种变化呢,可以说是有利有弊的,也许呢,就是生活呢,会越来越好,但是呢,会拉开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距离啊,不知道大家对此都是怎么看的,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